我第一次看洛克宅鞠躬耶 好有理嗎 洛克宅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這些年齡之類 什麼東西 年齡之類 年齡就25阿 大家好 我是蔣經獵人創業 是25歲創業阿 現在25阿 我叫洛克宅 綽號是洛克宅的 然後我做的是蔣經獵人網站 那蔣經獵人是一個收集台灣所有的比賽資訊的一個平台 那其實我們剛開始在創立這個網站的精神的時候 是我們希望能夠 我是希望能夠做一個人才資料庫 這樣子一個概念 偷學我們 真的嗎 我們焦點在做也是人才資料庫 他們做的是偏比賽阿 我們做的是真的人才 他們做的是假 不是 我們做的是扎扎實實的人才 他是偷人才 我們做的是比較年輕的人才 難怪你不是我們的資料庫 等一下就是了吧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比賽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發現 透過會參加比賽的人 會參加比賽的人通常都是一群比較主動的人 可以想想看你們的周遭朋友 就是其實很少的人是會去參加比賽 那會去參加比賽的一定都是他有一個企圖 或他有一個想法 或他有一個東西想要堅持 所以我們覺得參加比賽的人通常都是一群很有理想 為自己的理想去努力的一群人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我們想要收集的人才 所以我們 比賽是一個我們收集人才的方法 一個手段 那所以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的核心是比賽 其實我們核心是人才 我們想要做一個人才庫的收集 那比賽是一個我們用來收集 那你們收集到人才之後呢 接下來就會開始思考一些可能性 所以還沒思考對不對 你收集這麼久了耶 昨天有想了一下 昨天有想了一下 我是做十年了嗎 這是證明 如果你要做資料庫的話 你要做人才資料庫 千萬不要隨便你做 你可能一做就做十年以上 然後還沒有想到要怎麼做 今天真的沒準備真的會亂講 OK 我會擔心 OK 我們剛剛喝了酒OK啦 OK 你剛剛講那麼多比賽 有沒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比賽 可以跟大家分享 特別比賽 那我就直接講第一個好了 定 這個地圖 是不是缺比賽的人 所以講了一個 不是不是 這個比賽其實很特別 他已經是第二屆 他第一屆在辦的時候 其實 我順便問一下 在場有玩過 其實海爭霸的 我都是男的耶 沒有我都二代的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就是其實 星海爭霸在一代的時候 是一個很紅的遊戲 那有玩過星海爭霸的 近一點 有玩過星海爭霸的 都會知道說 它其實背後有一個地圖編輯器 那這個地圖編輯器 它其實功能很強大 它可以用來做很多 新的不同種的遊戲 那其實 星海爭霸 魔獸爭霸 這種遊戲 它其實後面都有地圖編輯器 那有 我順便再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款遊戲 叫做 英雄聯盟 有聽過的這個舉手 就是 大 roller 打 roller就是這個 roller 對 那其實 英雄聯盟這個遊戲 就是從 魔獸爭霸的編輯器 做出來的一款遊戲 它最早做出來的一款遊戲 叫當心海爭衛 當心海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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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組 很受人的大家歡迎 大家就玩得很瘋狂 然後結果 魔獸 嗯 就是爆血公司這邊 它其實 我不知道這一段分析 那放入 就近來 結果最後 被另外一個公司 就是把整個概念買回去自己重新開發 做出一個這個遊戲 LOL 結果大受歡迎 當然也不是說造成暴雪的損害 但當然就是成為一個 遺憾 不是 一個競爭 競爭對手 那個是他的開發人員 自己離職了再成立的公司 對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那個遊戲其實是從 魔獸爭霸的編輯器做出來的 那其實他們就會發現說 已經錯過了一個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編輯器還在嘛 所以還是有就是 小叮噹的人的口袋還在 我還可以再掏出別的東西 所以他們一直很希望說 能夠再去 這一次他們就會很強調 地圖編輯器這件事情 然後希望能夠再找出第二個 LOL 然後這一次是由他們自己來經手經營 所以你辦了兩屆有找出第二盤 LOL 其實重點不是說找到 LOL 重點是他要找到一個 LOL 之前 他希望能夠大家一起來幫他做一個地圖編輯的一個這樣子的熱潮出現 那他其實 其實很多人在玩星海針霸 但是其實使用編輯器的人很少 那他其實希望說 這些人能夠投入在這個編輯器上面 所以其實第一個玩遊戲的人就已經是 一定程度的篩選掉了 然後又要再使用這個編輯器 又要用得好 所以這個人其實是很難找的 那其實透過我們獎金列人辦比賽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對這個感興趣的人找出來 怎麼找 這個是 諾號是不是 也沒有啦 分享一下怎麼找 其實我們的找到 其實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參加比賽的多半都是以學生為主 那所以其實我們跟很多老師都有一些聯繫 那其實我們 要找這個比賽的參賽者最簡單的方式 就直接進那個台灣所有的遊戲科系 直接進去他們的科系裡面 然後跟老師借一堂課 然後我們就會直接說這個遊戲的一些來由 然後直接教大家如何使用這個簡單版 然後大家用了以後 老師就會規定大家一定要參加 那就 至少就會有一定輩子的人參加 那當然那些Hardcore的玩家原本看到這個比賽資訊 他就會參加 那我們這個比賽資訊 我們會透過我們獎金列人的廣告去做宣傳 然後Facebook和Google都會去做宣傳 這樣子 OK 所以你們一開始在抓TA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摸索要走 校園就是走教授這個區塊 因為我知道很多企業 有很多 我相信很多人在創業 像他學生可能都首先在TA 不能做美食還是做什麼遊戲 都抓TA 那為什麼你會想到 走校園這一塊 還是剛剛好你就是以前遊戲CBA 不是 不是嗎 那你怎麼裝到這一塊 其實我剛前面沒有講說 獎金列人他的服務模式 我們現在除了第一個是 比賽的一整條龍的服務串連 包括企劃 什麼叫一整條 包括企劃 網站建置 宣傳 到最後可能頒獎典禮等等 這整個做到完 這是我們獎金列人的第一個服務 第二個服務是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有一個服務是保證建樹 就是你今天辦了一個比賽 其實很多活動公司最怕就是辦比賽 我今天辦抽獎 路上什麼阿伯阿伯都可以直接 我來抽他們都很願意抽 可是你今天辦的是比賽 不管是簡單的插畫比賽 或是比較難的 微電影比賽 你辦比賽的話 真的不是說路上看到一個什麼 阿嬤就可以請他來參加的 他的難度是 他是有一個門檻在的 所以其實很多公司 上面的主管 或是標案 上面的上司說要辦一個比賽 下面的人都可以比賽 因為他很怕沒有人會參加 那其實我們獎金列人有一個提供一個服務 就是幫你保證建樹 就是如果你今天老闆規定 你一定要做50個微電影片 那我獎金列人就好吧 我就50支 我幫你保證 一定做得到 報給你一個價錢 然後就有十命幣 他幫你完成這50支的微電影片 那這個是我們的另外一個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服務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跟很多學校有聯繫關係 所以我們在校園裡面做服務 包括是擺攤位 或是做談會 或是校園的演講 那些都是可以做的服務 這三個主要是 第四個就是比較一般的網路公司在做的 包括幫你蓋網站 幫你做粉絲團經營 這個是比較一般的網路公司 主要這四個服務 所以我們今天連目前的服務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 你剛開始講說你創業是為了用比賽 可是為什麼 就是 就是有一張圖片是說 你開始是說 先做炒 炒麵麵包 再做USB 之後才弄網站 就是這個路徑到底怎麼會那個 一開始想找廚師嘛對不對 沒有啦 亂講 對對對 所以為什麼會做炒麵 沒有 因為一開始 那個時候還沒有創業風潮 而且我原本也沒有想說 什麼時候創業 幾年前 我好久了 這個 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 對 十七歲的時候還是 三十五六歲 三十六歲 怎麼會做炒麵麵包 沒有 我那個時候是那個國防疫的工程師 然後我在一家叫做假上科技的3D動畫公司工作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工程師嘛 就每天都做到晚上十一二點 然後 我那時候是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就是日子還不錯 然後 只是有一天有一個朋友他突然打電話跟我說 他說他想跟我借錢 然後我說為什麼要借錢 他說因為他想要在夜市裡面去擺攤 然後我說你要做什麼 他說他要做一個什麼炒麵之類的 我想說炒麵很沒梗 為什麼你要做炒麵 然後就反正你來我這邊我做給你吃一個看看 你就知道了 然後我就說好啊 沒事我就過去 他就做一個 喔 把麵放在麵包裡面 我覺得還蠻有搞頭的 然後吃下去也覺得還蠻好吃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 我們來做炒麵麵包 然後 然後 結果呢 要繼續講到晚了 當然不然 不然等會做USB嘛 一定有原因的嘛 如果炒麵做那麼好的話 你現在就是炒麵大王之類的 對 很明顯不是你是講經歷的 對 這個在日本呢 基本上他們就是日本有請就吃的 對對對 那後來你那麼好吃為什麼會誇張 這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那其實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在做炒麵麵包的時候 是在四大椰子擺攤 然後我跟我另外的朋友兩個就是推一個攤子這樣過去 那我其實是白天還是在公司當工程師嘛 然後晚上我就陪他去擺攤 然後那時候 然後那時候 他剛好在四大椰子住了一個房子 所以他會先 下午的時候 就是先把料給備好 把麵給炒好 然後晚上我們就把那些東西帶到我下去 然後去賣 賣完以後再上去裝 再下來賣 一開始在賣的時候 推出去的時候 其實 生意超級差 是非常冷 非常淡 沒有人願意買 因為你推一個新東西出來是蠻可怕的 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就是試驗的東西 對 可以 你先吃過了 我自己吃過覺得很好吃 對對對 因為 就炒麵跟麵包一定沒什麼問題嘛 可是大家其實不接受這樣的東西 然後 反正就是 都沒有人買 連續一兩天都沒有人買 然後 直到有一天 有一個阿嬤 他就過來買了 然後他就說 看你們很可憐就買一個了 灌炸很久啊 然後他買了以後 他吃下去 欸 很好吃耶 怎麼會沒有人買呢 他也搞不懂 他就離開了 從那天晚上隔天就大排長龍 嗚 就跟那個 那是里長是不是 哈哈 哈哈 沒...沒...沒... 沒...沒...沒過啦 可能是... 部落客 哈哈哈 他就一開始就做設那個 某個營銷 某個特別安排的NPC吧 哈哈 對吧 對談完以後 等下等下 你說人入不入在吃 那還是收掉啦 為什麼 其實沒有收掉 其實是你離開了 也沒有 也沒有 就是就生意非常好這樣子 生意這種 世大不是後來 就是說都不會擺攤了吧 欸... 那是那一年嗎 基本上 不是 沒有那麼晚期啦 哦 這件事 這件事你很早期 他就世大那邊 還沒有人擺攤的時候 他就去擺了 也沒那麼早期啦 哈哈哈 你為什麼會收 我想知道怎麼會收 你在農田旁邊推的 到底為什麼會收 沒有那時候其實我們 生意很好 那時候很好的時候 可是一直就是 賣完我們又要再上去 裝草麵下來再賣 那後來我那個朋友就在想說 不然我們 賣 你做USB是不是 呃... 沒有...沒有壞 這個被我們輸出什麼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我們租一個店面好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好啊 你去找一下 他說好啊 那我說 我就問他說 他說還是希望能夠再吃 他也是 因為這邊的人 至少不知道草麵麵包這件事 根據地不要離開嘛 好我就好去住一個店面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租到了 然後好像那個時候 一個月好像是兩萬多塊吧 好便宜 然後很便宜 對啊 對啊 OK啊 然後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去現場看 他就說 欸就是 我就看到一個店面 這個門大概就跟這個門差不多大 這樣 一個48塊 對 然後加套餐是98塊 套餐那麼貴喔 50塊 套餐 套餐 我們套餐是 炒麵麵包 這不重點 這不重點 多少錢都已經倒掉了 好不好 炒麵麵有三種口味 隨便 隨便 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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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麼大的一個店面 然後 我們那時候 其實就是 這樣的大腳 我覺得寬度還蠻不錯的 然後是鐵門拉下來 然後他就 我就說 哇這樣子兩萬好便宜喔 然後他就過去 把那個鐵門拉開 拉上來 然後那個距離 差不多就比這個才 再長一點點 什麼 門一拉開就是牆壁 我想說 奇怪這你要射錢 哈哈 那只有兩萬真的是強人啊 對 然後 然後我就說 這要怎麼做 他說一般都是把那個 就是主的那個台子 放在外面 馬路上面 對 然後你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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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站在這裡 然後到時候 熟了熟就塞進去 對 熟了熟就把 想辦法塞進去 對 但是其實 那個點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四大夜市 都是那個 那個行情 不是那個什麼燈籠滷味是 就是一億被賣掉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不重要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 我們是在龍泉街 大家如果有常去四大夜市 就知道他們 有一個外面有一個龍泉街 然後我們在龍泉街 大概龍泉街那邊 有一個什麼 牛魔王吧 以前 舊的牛魔王那邊 對 然後 我們那時候 在龍泉街那邊 然後排隊都會一條線這樣子 排排排排排 排到和平東路上 到那個 那時候很全盛的時候 哇 就是排隊都排超長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幾個朋友 就看到這種情況 收入真的也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覺得 哇賽發財了 我們就開始思考 怎麼樣成為麥當勞 我 我真的有時候會覺得就是 幾個男生在一起 常常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開始覺得 你們現在也是這樣嗎 現在沒有 現在我剛另外有partner 是女生 對 他會潑你冷水這樣子 到底會怎麼打完 你現在講得那麼美好 那我們就覺得 好 那我們就來 開始想辦法開一間店 因為 這麼爛的一個店面 都大排長龍 那開麥當勞一定賺到爆炸 一定會這樣合理去推 然後我們就好 我們就去租一個 我們就開始在早點 我們就租了一個 在台北車站租了一個 四層樓的房子 四層樓的房子 他們真的是以麥當勞的目標 他們以為會有人買 炒麵麵包大龍浪池啊 對 沒沒沒 其實真的就是 我就說就是幾個人 常常就聊天聊聊 然後野心就大起來 這樣多少錢四層樓 喔 一個月二十萬 這個是一個月兩萬 這個是一個月二十萬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喔 租這樣四層樓 然後我們租好了以後 後來其實發現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住在台北車站 然後我們都去看場地 哇 人好多喔 人來人往 而且我們其實這種飲食造 比較注重氛圍造的是 年輕族群 就是學生為主 然後就說 哇 學生來來往往好多喔 然後後來 真正開店的時候 我們突然發現 其實我們在看店的時候 好像也是在暑假的時候看 那暑假的時候 很多學生在那邊補習班 那結果 一開始學平日的時候 白天整個是沒有半個學生 超可怕的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 只能做晚上 因為晚上大家還是會來補習 對 所以我們其實中午那一頓就抓不到 都只有抓到晚上那一頓 然後我們就開始 還是繼續做 只是 痾 就只有靠晚上其實 很難cover 就生意其實 其實我們晚上生意 是真的都還是很好 實在我覺得你這段要快一點 不然看的人 會以為你是賣炒麵的 再講下去 會講二十分鐘炒麵喔 後來我們就倒了 太快了啦 就倒了喔 沒有啦 沒有啦 只現金的話 對我們其實成本cover不過來 而且其實 我覺得重點 不只是現金 最重要的是 是know how不夠 因為其實你從一個店面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 錯中學 創業其實很多都是錯中學 那其實我們開這個店面 錯了我們馬上就可以再調整 可是你開四層樓 那種其實包括管理啊 找人啊 食材啊 那些全部的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是 四樓不夠就死了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麵包是自己做的 我們樓上有麵 四樓是麵包工廠 然後我們有自製麵包工廠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 大家都很出本啊 麵包做壞了 就啊 就整個就在丟掉 怎麼樣 反正就是 燒錢燒得很快 然後我們其實是 雄心壯志七個人 那個 合資了五百萬 大概七八個月就燒光了 對 所以 結束了 就很悲慘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你們結束的時候 那些朋友現在 還有在 還有在聯絡 還有在聯絡 還是朋友 還是朋友 這是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創業裡面 那他們是有繼續創業嗎 他們其他的都沒有 對 就是那你 你會做USB 那是 那是大概 隔了一年以後 對 所以你在說 那你在一年在做什麼 我一直都是工程師啊 喔 當替代理的啊 對對對 我白天都一直在上班 那後來的保險做USB 沒有 因為其實我 我之前前 我之前演講的時候 都會提到一件事就是 創業這件事情很危險 你一旦做過一次 你就會停不下來 就一直想做一直想做 是 然後所以其實 那為什麼等了一年 沒有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梗 喔 還沒有梗 對 我每次都要先去找一個新的梗 而且連梗都蠻奇怪 蠻特別的 對 因為其實做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一定要有一個很新的東西 我是不太喜歡就是做 已經現有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不好玩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 認識一個朋友 那那個朋友 他其實在微星上班 是做電機版的 電路的 然後又認識另外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其實 比較沒那麼熟 但是這個朋友 他是做出版社的 那他接觸了很多 文化相關的 文創相關的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聊天聊天 聊聊突然間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很流行一個東西 就是USB Hub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每台電腦 好像孔就已經蠻夠多的 以前 以前早期的電腦 大概就一個兩個孔的USB 然後通常都在買一個X 然後桌上擺一排USB孔 這樣的東西 對 那時候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USB Hub 都稠稠的 就一片而已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其實 我們可以讓他做一點創意 所以我就 跟他討論說 我們做一個 中國文化的東西 然後就用一個 獅子的造型 做一個USB Hub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一個概念 然後整個如果這個做得好 我們接下來再做一個 兵馬俑的刷卡機 對啊 所以說就是做那個電腦周邊 可是都是以中國文創 對啊 所以就做了一個再也沒有做 當時有規劃好幾個 或者是那種刮筊的那個隨身碟 就是你有什麼不順的時候 你拿起來刮 然後丟下去 然後隨身碟就壞了 就是有一群男人在創意 是 OK 你一直講到症結 好可怕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做這個東西 然後其實 做多久啊 總共 這個總共就有三個月 三個月 對 有賣出去嗎 聽我講一下嘛 OK 好啦 知道了 第一個月我們就討論出這個概念 然後整個設計規劃流程 OK都好了 第二個月我們就開始要去 就開始要去找 就是找廠商可以做這個模的 我們最後是用3D 那個時候其實就有3D printer 對 然後就用3D printer來噴 原本預計是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我還是 還是在工作狀態 我白天還是工程師 還是在上班 所以我其實 那個電機板的部分 是由那個微星的人去負責 他就真的在做 他是拿 拿既有的東西 白牌的USB hub 去改成正方形的形狀 然後 這個獅子的部分 就由另外一個朋友去負責 那其實這整個project 都是由那個 開出版社的那個朋友來主導 那他其實 他就會跟我們說 他今天 見了3D printer的人 然後 又去 音歌 那時候其實我們還在考慮說 是要用陶瓷來做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一直在考慮 要用什麼方法來做 那其實 那個人 他主導這整件事情 所以獅子的部分 都是由他去處理 對 然後後來 第二個月 他就分享說 他去找哪些東西 第三個月 還是在分享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上個月 你就開始應該就是 去談一些合作的方式 突然間 在下一個月 還在講一樣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白天上班 沒有辦法去 顧到他到底有沒有去跑 然後在下一個月 人間蒸發不見了 然後 後來 我才發現說 其實他跑到大陸去了 而且 就是 他有點像是捐款 潛逃那種狀態 但是因為整個project 我們才50萬而已 我想說不可能一個人 為了50萬捐款潛逃 所以還是真的有過了50萬 不是 結果是因為他 同時跟很多人 執行不同的project 別的project 有的可能是100多萬 有的可能是200多萬 他同時執行好幾個 然後一次就整個跑掉 不見了 但是其實 他套出收集資金 群眾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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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其實 我後來 我後來有 我後來有跟他打官司 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原本 我這邊是投大概15萬左右 然後那個時候我其實 那就賣一個夢想 然後是砸你的錢 就這樣好了 對 你跟他滿熟的 沒有 我之前有調查這種的 那種行為模式 那像有一些外面 有一些像是說 你投資 然後買個單 然後就每個月給你多少錢 所以他說 你投15萬 我那個時候其實 想說等他回來 再跟他好好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15萬 沒有必要跟他打官司 但是突然間有一天 有一個老伯伯 突然間傳MSN給我 他就跟我說 你認不認識那個人 跑掉那個人 我說我認識啊怎麼了 我想跟你討論一下 我說討論什麼 他說因為他拐了我100多萬 然後我說 所以 然後他就說 他希望我去告他行事 然後 我就說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說 我告他行事的話 那這樣子 他會必須要出庭 他才可以逮得到那個人 對 所以其實我後來就 我覺得好像也滿有道理的 我就 我就告他 所以就被第二個人拐這樣 第二個人拐 因為他不告他 你告他 對 可是因為我後來把錢拿回來了 但他沒有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 剛開始的時候 合約其實簽得還滿嚴謹的 對 所以其實 那時候 反正就 私下和解 可能也是因為我這個金額比較少 所以他就選擇把錢還給我這邊 然後把錢不還給他那邊 他的資金掉肚子這樣子 其實他 應該來講是 他可以做得起來 但是問題是 他不是扣長太多了 所以在導致這樣的狀況 這個細節我是不清楚 他只知道他把數碗拿回來 根本不理解那個人 對 但是事後我去研究 其實 這個開一個膜 然後再賣的話 因為我們那時候想賣比較便宜 但其實 如果這個東西 我後來有在研究 這個如果開膜做下去 要賣的話 可能都要賣兩三千塊 才有辦法 你是用金屬膜 沒有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是 主持人是我 主持人是我 接棒那個棒子拿回來這邊 對 因為下一個議題 我相信大家會更喜歡 因為這議題是非常非常的勁爆 我剛剛跟他詢問過 大概沒有在 就是公開場合講過嗎 有嗎 有嗎 我可以保持接默嗎 無法 保持接默 那我們就只能找那個 找他上來 沒有 其實這個話題蠻特別 我覺得跟大家聊聊 因為 現在創業可以舉個手 認為自己在創業 認為自己在創業可以舉個手 OK 放下 就是 公司裡面有 女性同事的情侶 就是在創業裡面 女性同事 放下 就是跟女賴辦 創業的情侶 就是 可能是女朋友 或是老婆 就一起在做這邊工作 創業 就你認為他是創業夥伴 就是 求懂一個 OK 好 事實上 洛克才在創業的時候 就是 還在很緊張 我還在很緊張 其實他 大家知道 那個 獎益獵人居然會充滿人嗎 有人知道是誰嗎 就是 這一位好 先跟各位講是這一位 對 右邊這個不是左邊 左邊是年輕的洛克才 對 右邊這個是 一直以來都很漂亮的 花水木 對 然後大家都知道 他們做獎益獵人多久 四年半嘛 獎益獵人總共四年半 對 然後他們一開始事實上是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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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情侶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 他們還是 破金重圓 破金重圓嗎 沒有了 對他們分手了 可是他們現在還是處理得很好 然後我覺得很棒 就是事實上 很多人沒有講 都不知道 就是他們沒有跟大家講事實上 大家都不知道 事實上他們曾經在一起過 分手過 然後現在還是 在內部影響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那時候是不小心跟一個朋友 在 就活文通 就活文通通辦人 對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不小心透露出來 對 不過我剛剛問他的時候 他也是非常大方的講出來 他說你不能講 你被錄下來了 這段會剪掉 我剪的啊 好 我後製了 OK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你們 如何 維護這段 既是創業 又是一段 愛情又 變回友情的關係 那可能要特別觀賞了 這是你剛剛說梗 對 沒有啦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 對我們一開始是情侶 然後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 那時候剛做完那個 其實USB完以後 後來我又再創了另外一個東西 但也是失敗 那其實我後來發現 那時候發現創業 我覺得啦 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夠focus 我還白天上班 晚上坐著 後來我決定就是 辭職 然後 也不是辭職 就我國防疫時間也到了 我就可以離開了 然後我那時候離開 我就去做 我就決定全心去做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講經理的網站 反正我就是講 全心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就跟他是 就男女朋友關係 然後那時候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 不如 因為 我前面剛剛 剛剛當完工程師 然後我現在想要自己創業舞 然後他是建議說 欸其實我們可以去 就是walking holiday 然後去 就是讓心情沉澱一下 不要再有之前的那種 就是公司工作的那些 陰霾啊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一起去澳洲打工度假 然後在澳洲的時候 因為其實 我白天是賣便當的嘛 就是自助餐賣便當 賣給黑人這樣子 對然後 然後到了 你英文可以嗎 英文不行 所以是負責拿出去而已 是簡單的對話還ok啦 中國餐廳 對對對 那所以其實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白 因為他其實 我在的是那個凱恩師 他是屬於一個比較 不是人口這麼多的一個城市 然後他其實 我的那個中國餐廳 他中午有生意可以做 晚上就收起來 他就只做中午這一拐 然後我到從下午 離開工作以後 我就到下午晚上 都是很無聊的狀態 就是都沒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開始在思考 要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 獎金獵人在我出國前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有這樣子一個想法 只是做一做 我覺得 收集比賽資訊 大家來看比賽 那時候叫賞金獵人 對 那叫賞金獵人 對 那時候我覺得其實還 就是沒有什麼搞頭 所以我那時候 就出國前 我就忍動了 就沒有再做 那其實那時候 在澳洲很無聊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反正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 我覺得 我們來賦予他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賦予他一些靈魂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 只是一個比賽資訊 好像滿無聊的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 跟現在的一些 就是 可能大部分的創業朋友 有一個比較大的落差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想法是死馬當活馬醫 我覺得那個東西 反正也沒有人在看 很無聊 一個網站做失敗了 我就想說 我就隨便亂倒 什麼元素下去 我想倒什麼就倒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來倒一些 因為我很喜歡玩遊戲 然後我就說 我用一些遊戲的元素 映套在這個網站裡面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每天都在思考 每天都在想 怎麼樣去套路 我們的網站裡面 每個人都有等級 然後都有角色 然後我們是一個 冰天雪地的一個小酒吧 然後 有一個老闆娘 在主持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小酒館 然後每一個比賽資訊 都是一張懸賞單 所以我們用一個富有遊戲性的一個概念 去讓這個網站有生命力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後來回到台灣以後 發現沒有人這麼做 但是 我其實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這個這樣子做到底是對是錯 但是 但是其實 目前我覺得 這樣的方式 經營的還不錯 但這是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一個方式 完全沒有回到 回答到我 被發現了 你完全只是講照片 你現在講的是 怎麼維持這個 你知道 你想要福隆我是吧 沒有其實 你還有20分鐘 可以講這一段 其實我覺得 我這麼多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就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一起創業 他真的是有他的 就是會比較好 就是一起加乘 就是會加速 例如 例如就是 你不用去思考說 我要跟那個夥伴約什麼時候 我們要來開會 對啊 就是方便就對了 因為坐在一起 馬上都是一直常看到 然後三不五時 就是一直討論 但是這也是缺點 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因為一開始我們前兩年 蔣經理人前兩年 我們其實都沒有賺到錢 我們也都不知道怎麼賺錢 所以其實 會有一種壓力形成 就是我們兩個都會 一起 我們兩個都同時都會背負 一起 都會背負這個壓力 所以其實 呃 吃飯的時候 也會想到 啊我們來怎麼做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看電影的時候 啊我突然間想到 蔣經理人我們可以加一個 對 無論何時何地 煮飯吃飯都是 欸蔣經理人 那其實這樣子 久了久之 你的生活品質就會非常的 破碎 所以你們因為蔣經理人在一起 你因為蔣經理人所以 呃 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樣講 就是後來就分手這樣子 對 但是 分手之後為什麼 不是 因為分手 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蔣經理人很棒 所以大家不願意放手 不是啊 其實 其實因為分手 我覺得就是因為 是我跟他的感情這一塊 就切開來 但是其實我們對蔣經理人這件事情 都還是有共同的夢想 有共同的期待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 這個公歸公私歸私 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兩個還是很開心的在討論 很愉快 但是 我覺得我是 就這樣切得開的人 你切得開對不對 對對對 OK 你確定 你確定 不然 我要講切不開 救命啊 因為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很多人在創業一定會遇到這個 像 最有名的就是 C-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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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知道那個郭家兄弟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是 大家知道郭家兄弟嗎 郭家綺跟郭書綺 他們兩位就是 他們是因為 創業一家兄弟 他們公司叫創業一家兄弟 就最近很紅的那種 什麼 大衣王啊 什麼 郭菜王 郭魚王 就他們家人 就之前是 Groupon的總經理 然後他們就很特別 他們這間公司是 由兩對夫妻 所一起創辦的 然後這兩個人 這兩個男人 又是 雙胞胎兄弟 是雙胞胎人 好像是兄弟沒有胖 對兄弟 就是兄弟 反正都長很像 對然後名字又插個字 然後他們就是老婆跟老婆一起在經營 可是他們四個人 他們就是有感情可以非常非常好 在切割 然後我就 知道我自己看到的 大部分的創業家都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 家為什麼可以 創業的時候 又可以 如果你創業已經是 到達一個 就是 已經不會有那種 財務危機的那種狀態的話 兩個是夫妻 或是男女朋友 會 我覺得感情會更增溫 而且 事業會做得更好 那他又是兩隊 而且還是兄弟 那是 Turbo中的Turbo Turbo 對 連續自己加到滿 OK 好 這一段你們就放過他 接下來是我們會弄我們聊其他的 實際上 我開始認識獎金獵人之前 我不是 先認識洛克來的 實際上 早就九陽大明 因為在 在大學的時候我就聽過賞金獵人 會覺得這個東西還滿讚的 然後那時候我自己剛踏出 在去年大概 二三月的時候 我開始踏出 踏進科技業 因為我面前在廣告媒體業 然後踏進科技業的時候 我發現 欸 所以我認識一個人他很特別 他叫做 簡直婦 叫做簡少年 如果大家認識的話 他之前在FHM工作 然後這個工作他滿特別的是 他 他接手的時候 這個 他在FHM企劃的時候 他接手的時候 粉絲團是零 因為三個人 聽說把他砍掉 所以粉絲團是零 然後他一個人 用一年的時間 從零 衝到十五萬是不是 他衝到二十幾萬 反正衝的數據是非常非常誇張 大家可能會 你會覺得 OK 因為FHM你很好操作 可是他用很多 很特別的方法操作 那時候我覺得他了解 他真的是一個人才 這樣很棒很棒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他要離職 我想說 這人才動向在跑到那邊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他會往哪邊跑 然後有一天我就 忽然他看到他PO我 他說他跑到 他什麼 降薪 他是說什麼 降薪練等 就是 他把自己的薪水也往下掉 就是原本那份薪水已經不怎麼樣 到一份另外一份工作 薪水又更不怎麼樣 然後到那邊 也還不錯 去工作這樣子 然後去拚 然後因為 因為那個 老闆的理念關係 所以他那時候就跑到 獎金獵人 我想說 哇 獎金獵人怎麼可以抓到那種人才 然後也是因為 減死負的關係 所以 我先看看他是誰好了 他長得就是 實際上也蠻好笑的 對 其實他們公司的人都還蠻好笑的 其實如果大家 呃 有在看大學生的美的話 其實早上是 固定 固定班底子 對 他以前長 他以前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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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長這樣 現在長這樣 現在長這樣 反正 反正也是因為 減死負的關係 所以他們公司 聽說他 我聽說啦 第二個月的時候 他個人業績 就達到去年公司 年度業績 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 是這樣嗎 這樣講也可以 類似 反正就是他 因為他手邊的客戶 就抓到兩個很大 就達到年度業績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想 跟大家聊聊 因為大家在創業 因為我覺得 菅子夫在你心目中 我相信 他絕對不是一個員工 他絕對是你的創業夥伴 還是他有工 講清楚 其實他現在是 有 有那個 有股份 所以他是你的創業夥伴 所以我就覺得很難得 你怎麼 要在 創業之後 還找到那個幫我創業夥伴 而且戰鬥力非常非常高 高到一個 非常驚人的狀態 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麼把菅子夫 從FHN挖來 聽說 又要把FHN 之前的主管挖來 是不是 他已經上班了 已經上班了 給他們把FHN都挖過來了 你覺得要錄下來嗎 其實我快混不下去了 那其實我 那時候其實 我有一個客戶 他其實是要做 他要做的是一個 選美的比賽 然後那時候 剛好 FHN那邊 曾經跟我合作過 然後我就跟他提過說 我有FHN這邊的資源 然後他說 他這個選美比賽 很需要 這種雜誌去做曝光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跟他 跟少年這邊約見面 然後我就帶我的客戶去 所以主要是 在討論那個選美的比賽 那討論完了以後 我私底下 我就問他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公司其實很缺一個企劃 然後我就直接說 我那時候公司缺企劃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他最近也想要離職耶 然後他說他在那邊做的 可能不是太順遂 所以他想要離職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他說 喔真的嗎 那你要不要來我們公司 然後他就說 好啊 就那麼簡單 騙人吧 真的 這就是事實 然後他後來就返回 那我當然 我當然 我會覺得 其實是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欸這麼容易就 因為是你不甘願 不太不甘願 這 這個細節講下去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扯 就是 我就覺得欸 我們有十分鐘替你扯蛋沒有 好就是我就 我就跟他說 不然我們約一下來面談一下 聊聊天啊 然後聊一下 稍微 一開始稍微先聊一下 你之前做怎麼樣 做哪些事情啊 然後我們企劃可能是需要 還蠻有想法的人啊 然後 那時候 其實我 痾 這樣講好了 我就問他說你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提到說 可能是打電動啊 看漫畫啊 我就說欸漫畫 你都看哪些漫畫 他就跟我說看哪些漫畫 哪些漫畫 然後我就說欸 那這樣子我看過的 你要不要多看過 他說其實他漫畫看超級多 我說到底是什麼多 他說你只要見皇冠書局 隨便拿一本 他也都看過 他就跟我誇一下這個海口 這麼可怕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我就開始 腦海裡面就一直浮現出 一些超冷門的漫畫問 他也都看過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聊漫畫 聊了三個小時 後來決定錄取 其實我這個 我這個人其實有一些想法 是因為 我覺得獎金獵人 我把它弄起來 我會覺得我有一大 有一部分的 有一部分的功勞 可能是在於我對 遊戲的一些了解 我知道哪些東西 條性的 那同時我會覺得說 其實像是遊戲 或者是像漫畫 這種東西其實是一個 很富有想像力的 的東西的點 所以其實 常常在接觸這個的人 他可能都會有一些 他可以想到一些 別人想不到的事情 那其實事實上後來證明了 就是他在我們公司 很多想法 其實我們會 他會突然間覺得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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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串起來 就想到一個想法 那我都覺得 其實這樣講很怪 但我覺得可能都是漫畫 付給他的能力 對 對 所以我覺得蠻好奇的是 那他進去之後 你就給他那麼大的權限 去做這些 做這些東西 因為我知道的是 他現在一直猛烈的 在拉客戶 拉到他們後勤 就一直在補人 他們公司一直在補人 這樣 電話醒 真的嗎 沒有啊 處理一下處理一下 還是我 沒有 沒有手機在錄音 醜一耶 不好意思 好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公司其實有一個 很主要的 生意模式就是 去找客戶 然後辦活動 對 然後 糟了 我忘記你剛剛問什麼題目 就這樣 就是 你怎麼可以 簡直付那麼大的權限 其實一開始 就是越漫畫嗎 我們公司其實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因為辦比賽 我們是一個比賽平台 會有很多人來 上面找比賽 所以其實 我們有一部分的客戶 是自己找上門來的 這是我覺得 我用網路創業 然後再回來做 類似像活動公司的一個 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跟一般活動公司 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他們可能是要去找固定的客戶 可是我們是 客戶找我們 我們再跟他成為固定夥伴 找我們再成為固定夥伴 會變成是 有一個源源不絕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能源 所以前面兩年才沒有賺錢 就是因為你們都不找客戶 前面兩年是要讓我們網站 是很多人來使用的 對 那其實有一個業務 它主要就是接電話 接完電話以後 就跟他達成生意 然後那時候 少年來我們公司的時候 他就發現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說 可能也是像那個人一樣 接電話 然後談成生意 然後後來發現 他怎麼做 就會跟那個 另外一個同事 搶到生意 搶到現 那因為他這個人 他就會覺得說 他其實不喜歡做 就是內部這樣子競爭的事情 所以他說 好啦 那我就不要做這一檔事 這一件事全部都交給那個人做 他要想要辦法 他要自己去想辦法 開啃一些新的可能性 所以他就開始去思考一些 之前認識的朋友 或是一些長輩 有沒有一些可能的 獎金獵人可以幫助 完成的一些任務 像我們後來跟暴雪這邊合作 就是因為 他之前有認識 暴雪裡面的一些 就是長官嘛 然後暴雪其實很希望 能夠在校園裡面 生根電競活動 或者是他們的品牌 那其實獎金獵人 有一部分 就是在校園裡面 有一些努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剛好被搭上線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他會開始思考說 如何用獎金獵人 這樣子一個模式 來幫助客戶 或幫助企業 完成他們想要的方式 那我們後來 我跟他 我們有一次是透過 另外一個朋友介紹 我們去Google 去跟一個Google 做YouTuber的 部門的一個人 討論說 獎金獵人如何幫YouTuber 幫維電影 幫維電影這個 這個產業 來做任何的服務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跟那個做YouTuber 那個人聊天 聊到一半 後來結論就是 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合作的點 我們就說 好吧 那沒關係認識一下也不錯 他突然就想到說 可是 YouTuber這邊不行 但是我覺得 關鍵字那邊好像有機會喔 因為關鍵字 AdWords那邊 好像最近想要做校園的這一塊的進攻 然後 我們就說 好啊 那我們就來跟那個做校園的 做AdWords的窗口聊天 聊聊看 然後一聊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其實這邊有很多校園的服務 可以幫助AdWords這邊 做到那個 Google關鍵字進到校園 讓大家都使用Google關鍵字來下公告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討論一些 怎麼樣去透過獎金獵人辦比賽的模式 把這整件事情包裝變成一個 campaign 然後幫他這個品牌 幫這個Google的AdWords這一件事情 讓他升職在校園裡面 這一塊你有參與到嗎 這塊我是工作人員 對 他們跟另外一間公司合作 然後我們 焦點就在那間公司裡面的會議是 就是辦公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們整個過程這樣 知道他們常常被Google的嗎 還是 對 最後的五分鐘我想要跟 路後載再來聊一下部分的是 因為他算是很早前創在家 因為他已經33歲 在新創人生裡面 他算年紀老 不是25嗎 25是 是7年前的事情 7、8年前的事情 就是他是很早開始創業 而且是連環創業家 算是連環都失敗的創業家 可是現在還算是蠻不錯的 所以我想要聊一下就是 你以前在創業跟現在在創業的創業環境 到底有什麼最大不同 然後你剛剛有跟我提過 你覺得以前環境很爛 現在好像沒有好要哪來去是不是 是 那現在創業你覺得有什麼利益點可以 再去發 其實我覺得 講一下比較難聽一點就是 以前的環境是你在做創業 沒有人聽得懂你在做什麼 其實早期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創業 反正就是好像你自己 要做一個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你在想辦法賺錢 所以那時候我只是 以前我都只會跟別人說 我在做一個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那現在好像都變得創業 大家都聽得懂 欸我在創業 因為那環境 我現在你現在在講 你現在好像那單字在介紹 我說那個環境 以前我們那個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叫punch party 以前大概就是 年代不同 我只知道那個聚會而已 沒了 沒別的了 不過有什麼創業小聚啊 什麼blahblah的一堆 對 然後你也找不到夥伴 就是 就是 租了一個辦公室 然後整天就窩在他辦公室裡面 然後一直在思考 我這東西要怎麼搞 怎麼弄 對 然後自己覺得 我覺得就是現在有辦法 互相取暖 但是大環境還是 沒有倒水下來 但是 大家可以互相取暖 好像比較 開心一點 以前是 沒得取暖 自己自身自滅 那這些心動團隊的人怎麼辦 就是只要取暖就可以過火嗎 還是你有什麼意見 可以給他們 自身的意見 其實我 還是找你有辦法 能摸到的是 你客戶的需求 可能這樣的話 它的缺點是 你可能做的事情 不會是你自己很喜歡 你可能 我很喜歡打棒球 我很喜歡打保倫球 我想做這相關的APP 沒有 你以前是工程師 那你出來還是做 以前的那個相關的事情 那個事情它可以保證 你可以做得下去 你一定可以活 那當然 就是要付出的 就是可能做的不是你喜歡 但是這才是一個很現實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早期就是 做的事情 就是 我可能咬到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 很多學生要找比賽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找 那這個剛好是一個 讓大家過來這個網站看 我網站的流量做起來了 但是接下來我要找錢 要賺錢這兩次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賺錢 沒有辦法 對 所以我花了很大的力量 才慢慢的去找到一些 任何他可以賺錢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再講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出來 就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就他一直在 雖然一直在失敗 就是他失敗到 那過程你會覺得很扯 上法庭 還有什麼 就是 從那麼窄的門 到那個四層樓 四層樓房子 他都一直在創業 是讓我覺得那是一個 雖然我自己在創業 我們也在創業 我們做了也是一年多 所以我覺得在創業 我覺得最困難的 並不是說 那個錢 到底是 有多少 一個月到底拿個幾萬塊 到底是多少 幾千萬是少 而在於 用不用一直做下去 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 很特別一點就是 雖然他做的東西都很扯 賣炒麵 做USB 雖然獎金的人 本身也是一個很扯的 一個東西 可是他都可以一直做下去 然後做到那一個 做外賣一方最大 事實上他就是很棒 他當初炒麵 事實上也做到很大 是在誇張 二十萬去燒 所以他現在的決定 應該不是成本 應該都沒有二十萬吧 其實我們 常常有時候七個人 或是幾個人 見到面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想說 下一次什麼時候 再來搞一次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 其實理論上來說 你這個做失敗了 應該要再做一次 因為其實 我覺得如果他比喻成 是一款遊戲 你第一次玩那一款遊戲 一定是馬上死 哪一個人玩馬力兄弟 一開始就直接八字四過關 一定是前面 第一關碰巧過了 第二關馬上就死 那其實創業也是一樣 就是 你都沒有看過 那你一定是馬上死 不然就是馬上花錢 那你當然是錢越多 你寫越長 你一直投一直投 永遠不會死 但是其實 多半還是用命來換出來 一直死 一直死 你這次死在這邊 你下次就知道 喔這個是長這樣 你下次就跳過去了 那你一直換 一直換 最後會換到一個 喔我終於對這個東西 很熟悉的一個狀態 那進到那個狀態裡面 就是一個 還算不錯的事情 我剛剛覺得 會來講他蠻好笑的 就是 我覺得蠻深刻的 就是他剛剛講 馬力兄弟吧 如果你可以玩到 就是得創業 maybe到達一個境界 就是 你原本就錢很多 一直投錢 一直投錢嘛 那個十塊錢一投一投 你就可以一直死 一投一投 代表你就要讓你家 你家可能是富二代 你爸爸可以投你一創業 就你可以燒兩千萬 你前面失敗一百萬一百萬 你可以燒二十四一百萬 最後你成功了 甚至一步 那另外一步就是你 失敗 可是你算你的錢比較少 可是你每一步 就去掌握你自己的那一步 不要再死在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 我知道很多創業家 他都可能是覺得自己 能力很強 coding很厲害 或是很會談 就是可能覺得 他自己某一部分很厲害 那其實 就還是在舉例玩遊戲 就算是很厲害的身手 我第一次玩某一款遊戲 不死的機率還是很大 都還是會死 所以最好是 我覺得第三種人 第三種人就是 一開始可能就拿到很多寶物 那他可能不死的機會 會 可以躲過很多次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 我來看他是最恰當的 我覺得今天洛克宅來分享的 都是用遊戲概念 我覺得蠻特別的 尤其我一定 我會分享 那種焦點的概念 來分享整個創業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 今天還是很謝謝洛克宅 然後因為我們工人員 已經在準備這些桌子椅子 事實上我們等一下下半場的活動 在八點數分就開始 對不對 八點數分開始 然後我們今天還是用掌聲 熱烈的掌聲 謝謝洛克宅 為了我們帶來下半場 那麼快點 為了推出 所以又蠻精采的 得到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休息時間到8點15分 然後等一下 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組別嗎 下半場 如果不知道 找我們後面那個 粉松好不好 就大家就找他 然後我們等一下 三個組別怎麼分 各做哪邊 那洛克宅這邊 就做這邊好不好 然後我們抽董抽